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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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太住在頂層水 懷疑是由天台滲落 大廈管理處派人在天台鋪多了一層灰 但始終不敵風雨 楊太也曾經向滲水辦投訴 但因為滲水位置濕度不足35% 不可以開Final跟進 究竟35度的門檻又是否合理 一起聽聽專家意見 其實這個度數是一個死數 這個就是沿用英國的制度 英國一定是濕過香港 其實應該參考當時當日的空氣濕度 對比你現在測住這個地方的濕度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合理些 而不是一個絕對的數